刚从LA回来来讲一讲我在NFT LA采访的一些企业 然后还有现在下半年 整个Web3区块链的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上半年第一季度 NFT的整体的市场表现并不如遇 也并没有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些项目 那最主要就是头像项目 有如雨后春笋般 那现在方面当然有一点功过于求 然后再来就是除了OpenSea上一些以太链为主的一些头像项目 现在的流量跟买气都不如以往 那还有就是Solana还有像Cardano Solana的头像项目现在有倒是蛮多VC在 还有一个发展就是 其实现在NFT的平台也不只是OpenSea 因为有很多企业 现在有很多大型的一些娱乐产业 他们现在都开发自己的平台 那也有一些是以NFT为主 但是NFT它是走一些门票或者是像一些运动的NFT 一些电影的NFT 音乐NFT 一些结合或者结合一些零售业 一些食品业发展的一些NFT出来 应该是说现在NFT还是发展很蓬勃 但是我看到有个趋势就是说 从像OpenSea这样的一个近乎于跳蚤市场 它有点我之前就形容过OpenSea其实是像eBay上面什么都有卖 你从一个跳蚤市场类的一个入口的网站 然后到现在很多企业 然后大型的一些技术上面更强的一些机构也都进场 那开发自己的平台 现在也可以说其实NFT要进过 要进到一个战国时代 那这个时代就是 当然你入场入得早 你有一些蓝筹的一些NFT 头像的蓝筹 像Board Ave或者是Punk之类的 当然固然很好 但是你手上如果有一些 也不错就是最近一下子爆红的像那个Azuki 或者是有一些你自己喜欢买了的 那你也不用急的就是觉得说 它一定会泡沫化 你可以先放一边 因为我在NFT LA所看到的就是 很多项目方还是蛮积极在 只是因为现在整体上买气没有如其的好 那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当然除了 当然一方面就是忽然之间就恶物战争 然后多多少少对于整体股市也好 整个金融市场来讲 都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信心 那再来就是 因为现在除了以太链以外 有很多其他的链 然后还有很多大型的机构 就是针对一些不懂NFT的人 也可以去买的一些trading card 或者一些collectible 它是一些非常主流的NFT 像我这次有看到DC有推了那个蝙蝠神力女超人 他们在那个NFT LA里面也有一个大型的展场 那我本来也是预备要man 但是它八分钟之内就全部是presell的都卖光光 我就没有办法买一个蝙蝠侠的trading card 就是一个我认为会很保的trading card 它绝对有它的一个基本盘 那这也是我这一集想要讲的 因为我在NFT LA 主办单位公关公司 他们找我去 也给了我蛮多公司的一些新闻稿 然后让我去可以做一些财 所以我这一集来讲讲 下半年我们可以怎么布 然后我顺便也在广告下 我自己RBITDAO 我发了自己的token 是DAO token RBIT 然后我现在也有自己的DAO的社区 那我们其他两个组织人 就是Upstream创办人 那他们帮我发了token 是ERC20 然后我们RBITDAO 是针对长家 因为我所看到的一个 NFT市场一个蛮大的影响 其实就是在于 它全部是直线性的 就Vertical 那Vertical就是你直线性 不管你金字塔型 或你直线性向下销售 但是当你的下限断掉以后 它就没有二级市场 我一直在强调 NFT市场会不会泡沫化 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 有没有二级市场 就是你长家能不能够彼此买 这个才是关键 而不是一级市场 因为不是说所有人买了 就算了 就放在那里 通常你要二级市场 活络起来 那它才有一个 真正的一个产业链出来 这是为什么 我就推了RBITDAO 还有另外就是 我也不是为了 要做到而做到 因为我本来就有RBIT 就有Podcast 是去年1月就做了 然后我本来就做策展 这个也是本来就做了 不管是实体的策展 或者是虚拟的空间的 3D Render Gallery 或原影做策展 这个我也有在做 现在因为是时候水到取成 又刚好认识了很多collectors 他们也很愿意支持我 所以我也从来也没有想过说 哇发币原来这么容易 我甚至于也没有去找工程师 藉由RBITDAO这个道的community 创办人就帮我发了币 而且他们也很知认购 但是我不是 我要强调 我不是以发币 我不是做staking或者投资这种币 主要道还是集结一些藏家为主 因为希望所有的全球的藏家 能够共襄胜 进来我们能够一起来推动二级市 接着下来我会有一些策展 然后拍卖会 包含还有一些线上的论坛 我会邀请一些深度科技区块链的一些先驱创业家 企业家artists进来 能够一起能够有些热线的对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把这二级市场给冲出来 接着下来我来讲一讲 NFP LA还有就是我现在对于下半年 我们整个区块链还有NFP的市场 可以怎么发展的一些看法 我这一次有做了三个 RBIT的podcast的访问是英文 英文的访问就是 大家也可以去Spotify上面去找 找RBIT A-R-T-B-I-T RBIT Podcast 其中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也是来自于 就我们台湾的团队 Numbers Protocol Numbers Protocol 它的创办人Tami Yan 她是台湾人 是女性 然后非常有物理博士 早期的天使投资人 跟共同创办人 YouTube的创办人 Steve Chet 陈士俊 还有一位共同创办人 是Twitch的共同创办人 所以你光听像这样子的组合 就会知道说 这是一个很强的团队 那包含就是 他们拿到了600万美元 也是一只独角兽 是新的独角兽 600万美元 那其中最大的 VC Funding就是 Binance 币安 头头蛮大的 还有其他的交易 TX 我觉得我最主要看到的就是 Numbers Protocol 他的企图型跟他做出来的一些产品 那他的产品其实还蛮多类 Captrait App 创作者可以直接就用这个App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拍照 拍拍video 然后上传到Captrait App 然后上链就变成NFT 然后他有一个创作者的一个验证在上面 那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有几项产品 当然也有发币 币已经发了 然后还有就是 他要企图要做一个NFT的一个 一个Search Engine 是可以去看到 所有你的NFT的原创是谁 做到这个验证呢 就是大家也会对于 你买到的NFT会比较放行 那像这样子的技术 跟这样子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入口 选一个入口的搜索 一个非常宏观的 还有当然你要相对的 你要有技术 还有一个资金 但是这些都在Numbers Protocol都做到了 Numbers Protocol也会做NFT的Marketplace 所以也非常的拭目以待 希望所有的创作者也可以来下载 就是Capture Apps在那个 有那个Android跟那个iPhone的版本的 除了Numbers Protocol以外 我也有访问Reef Collins创办的Block V Reef Collins他是Tester的创办人 就是虚拟货币Tester 他就是在这个业界当然也是 也算是大了 Block V他是一个企业 他包含他就是 他可以帮一些品牌去做AR 扩真实境的 Argument Reality的一些印 客户他包含像Ben & Jerry's 就是那个冰激凌 Reedos这一些的零食 这就是他用这个内建的Token 可以去换这一些冰激凌 那下半年Web3他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 以往可能我们都还在想说 一定要有一个Crypto Wallet 好像像那个狐狸钱 其他的钱包 不管是各种你去买货币 或Coinbase Wallet 那现在其实到了Web3 就是很多企业大型的机构 他们自己是直接做一个Web3的系统出来 那这些系统就是他帮你做代币 然后他支援跨链 他的币也可以stake拿来当成是一种投资 然后也可以也要支援开发功能 就是如果说你是有自己的团队 有自己的项目 他也可以给你一些资源 就是可以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空间在那 这个是非常拭目以待 因为尤其是越来越多是 那就是变得非常普及 在于整个市场对于虚拟货币 或者NFT的接受度会越来越广 早期其实去年 去年大部分我们看到还是头像项目嘛 然后有一些当然就是一些艺术市 艺术市场 传统艺术市场跨足到NFT 就像是Beeple's Damon Hearth 或者像春上龙 这一些就是已经有有知名度的艺术家 Final的Artists 除了他们也进场以外 当然有很多Artists也有进来 就是希望能够赶快能够在这个 NFT的艺术圈子里面占有一席之敌 但是现在除了这一类 一种是以头像 一种是一种是one on one的艺术市场 然后现在又还有很多就是 干脆就是把它普及化 它变成就是另外的商品 然后它结合了Token 结合了自己的钱包 我还有访问一看人 Moonwalk的创办人 它是有二级的市场 包含像门票啊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一些团队建立头像项目 做一些品牌专属的一些钱包 Brand wallet 就好比说你像你如果你要做一个运动品 它建立一个钱包 假设说你想要深层头像项目 也有开发就是技术端的这一面 就是因为我住纽 Moonwalk的创办 Great Concedure 那它之前也是住在纽 会跟一些页店去谈 那之后我们去页店 就是用NFT的门票 这也是一种系统整合 那在于这种各方面 多元的应用 这些就是现在可能下半年 Web3正式就进入战果 我们看到的NFT也不只是说 只是就NFT 结合了一些零售业 早早我有收到第一公关 他们寄来给我的信 后那个DC的Collectible的一些卡牌啊 NFT都会在那个Walmart上架贩卖 那是全台6000多间 因为这个也是很不简单 因为这表示说NFT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主流大型的市场 当然相对的 这对于后来进来的一些团队的挑战性 可能更大 以往就是市场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也许你投入的人力资金资源 或者是marketing的一些预算 不用那么大 但是现在相对的 因为很多大的品牌进来 大的机构进来 大企业进来的时候 相对可能现在要出位 就又少 可能会更难一点 尤其是中文的社群 因为在那个 Uprise最近的报告的数据里面有看到 其实92%的NFT的市场 还是在美国 香港就是占6% 就是我想香港可能就代表整个 整个中国中文社群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区 大陆现在也没有办法 直接推虚拟货币 因为现在有报道 就是WeChat开一些群组 就是都删掉 就是有在讲NFT也好 币圈 虚拟货币这些都没有办法 能够在WeChat上面讨论 所以相对的当然 很多中文的社群 都必须要朝着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 去推广自己的项目 而且同时间 又要去跟一些大品牌进行 我们有看到有一些 以一些艺人来讲 当然你如果说是艺人 因为本身有自己的 主的粉丝 像台湾有陈琳九 然后像余文乐也有在推 那陈琳九算是我看近期 算是做蛮成功的一个 也艺人的代言的角度 然后艺人推自己的项目 他也蛮支持整个币圈 那在余文乐的话 当然他本身 他就是也是很早期 那个Boreign Beholder 然后他也一直不以余力 但是除了这一些艺人 或者是一些网红 去推的项目来讲 那其他的一些比较 稍微有点潜力 或者比较小的项目 那相对当然挑战性就更大 尤其是头像项目 因为头像项目 现在已经也真的是 有一点功过于求了 因为买的人大概 该买的手上大概有钱 但我现在讲的 不是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那一般中产阶级 可能该买的 想要买的也都买了 那接着下来 当然也就是要推二级市场 就是如果没有二级市场 我一直在强调 那这整个 当然整个市场就泡沫化了 因为其实像头像项目 像One on One 因为我自己也是创作者 我也是artist 我特别在乎这一块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交易 能够更加火落的话 那所有都是第一手 卖完就没了 那对于创作者来讲 也是很伤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那时候进NFP市场 就是因为看中有板碎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持续性的收入 而不是说像以往 我卖了一幅画作 卖了一个作品出去 卖完就卖完了 那我的长家他拿出去卖 其实基本上来讲 他卖多少钱 也都不关我的事 我很希望能够推动二级市场 我现在RB也有自己的Token 未来这Token也是一种Proof 我现在蛮高兴 就是有这个机会 能够也更能够做一个Bridge 就是一个桥梁 就是中文社区 如果有一些好的艺术家 创作者想要到美国来 做展览 因为我这边蛮多艺文空间 实体的艺文空间 大家可以进来 就是大家最关心最重要的 就是长家群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退RB到 那希望能够就是多多 能够把一些长家 能够带进一个 真正一个二级市场 长家的圈子 但是而不是说 只是一级市场卖完就算 那长家跟长家之间 大家可以去看看 有什么样的产品 因为你除了BuySaltry Swap 你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交换 就像我以前在卖 那个黑胶唱片的时候 黑胶唱片有自己的发烧油 然后有自己的群 你们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是一箱箱唱片 就搬到个朋友家去互相看了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听一听 也想说 又不想要去买新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交换的方式 那当然你要拿出来卖也 所以这个也就是 我认为说 其实要建立这样子的社群 长家社群是非常需要的 是现阶段我们其实市场上 最需要的事情 然后接着下来 你当然也要有意思 持续要有人推新项目 是相对的 我个人会认为 头像项目未来会挑战非常大 尤其是很多主流的企业跟品牌 都进场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 对于一些新手来讲 他们可能会注意到的 还是比较大厂牌的一些讯息 未来就是 要再观察一下吧 就是那现在当然也有一些是3D 然后我个人是蛮看好 3D的一些结合game find 像Sandbox 我之前有访问过的 Alpaca Breeze Willy他有做那个羊駝 像这一类的 他有结合game find 然后是在像Decentral Land 或者是像Sandbox 上面的一些 跟游戏共存的一些NFT 那当然相对的 这就也有一些 比较多的群可以进来 像一些玩游戏的族群 他相对的当然就是说 而不是说只是局限在于 一个小圈圈 NAT或者是define的一些小圈圈 因为这样子的人 其实毕竟真的也还是非常少的 那这一集就录到这里 如果有各种想要交流啊 或者是说想要赞助本节目 因为本节目暂时没有赞助厂商 所以我都是自己捧自己 自己赞助一下自己 然后自己工厂服务一下 4月11号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的有 是纽约的时间晚上6点 亚洲的时间就是 4月12号晚上6点 在Decentral Land会有个opening 就是也是我其中一个 厂家的朋友 他买了我蛮多产品 然后现在他也说想要帮我 把一些NFT放到他的gallery 但他在Decentral Land上有个gallery 同时他也是Pranxie Gallery的管理员 蛮支持的 也希望大家有空能够来 那在我的Instagram IG上面有讯息 这一次也会送出100个Pranx 参加的就可以领取Pranx的 都欢迎有个交流啊 然后如果你想要推自己的项目 或者你是artist 也可以跟我联络 就是来跟我预约下采访 我的email是 dubwoman at gmail.com dubwoman at gmail.com 拜拜